我本来是想让邱毅老师继续评下一下赵少康老师的 因为不仅仅是最近那个我们蔡博士有一些言论 当然这个赵少康我看他最近在观点一个月没有露面了吧 我刚好那一天22条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要精准的打击台独嘛 不主张统一就是台独的话那范围太大了 统独之间还是有很多空间的 我不知道应该赵少康老师不属于邱毅老师所说的 99%都是统一言论 但是1%你就把他打入冷宫的那种人吧 但是这个我们先放一下 如果邱毅老师想讲的话当然你讲 我把最后一个话题抛给邱毅老师 你刚刚提到了就是说无力统一的这件事情 觉得美国不会为台湾战斗的 也不会为台湾损失一兵一卒的 包括这个赖清德他们这些做官的 也都逃跑路线都已经定好了 但是真正台湾的那些将领或者是那些退役的将领 究竟怎么想的 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于北辰 于北辰很 之前有210个拦截率 然后还说什么 福建建甲木板有裂缝 然后台湾就是解放军登陆台湾会迷路 这种迷之的言论 他最近还说了一句话 也是被这个很多网友拿来戏拿来戏说的 他说我的声音越大解放军敢打台湾的力量就越小 我就是要他们胆怯头痛压到我不再为台海安全捍卫发声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们接着再来看看解放军的一个动作吧 这个是解放军在这个东海有举行一个军事任务是为期三天的时间 包括军事网友呢随后就在这个推特的社交平台有发文称 这一次没有发信任何的相关航行警告 唯一与事情相关的航行警告呢 似乎是浙江海事局发布的 而且时间很短 只持续到5号晚上6点 第7是在浙江以东的东海海域 猜测呢很有可能是福建号首次的谈起 试射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或者是指向台湾海峡的一次军事演习 如果联动起来的观察的话 我想请邱毅老师帮我们解读 您的分析和认为比较倾向于是哪一个 我认为大陆已经吹响了统一的号角 而且统一的行动已经展开 而且大陆在处理两岸统一的问题 它其实是打的是一套的组合拳 所以你不要单以一致的演习 来看整个大陆整体的统一的行动 其实连卢沙野大使讲的那番话 我认为都请示过大陆的北京当局 都是在组合拳中的一环 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才是比较正确的看法 那回到台湾的问题来说 你不能把赵绍康跟蔡正元去比较 这对蔡正元是不公平的 蔡正元是个性情中人 而且他真的是一心 希望两岸走向统一的 赵绍康是所谓的投机派 他其实就是希望两岸永远维持现状 你如果把它称为托统派也可以 把它叫做不统派也可以 刚才三妹举了一个鲁迅先生说过的历史 房间里很暗 你说打开扇窗好不好 房间里的人告诉你不要 但是如果把他屋顶整个掀了 告诉他说 你打开一扇窗好不好 他这时候就要了 所以常常有学生问我 到底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我就会跟他讲 大部分的人既非善也非恶 而是人性本被割割 被割割就是贱 叫做人性本贱 也就是说刚才鲁迅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告诉你吧 我好好跟你谈开扇窗 你就是不要啊 后来把我惹火了 我要把你屋顶给掀了 这时候你回过头去拜托我 说开个窗好不好 人不就这个样子吗 这不就是人性本被割割吗 你要知道在台湾很多啊 所谓的外省二代 我跟郑元兄 都是都是 迁祖到台湾400多年的 也就是标准的闽南人 可是要知道他们不是啊 他们都是从跟蒋介石他们过来 他们心里所想的 为什么他们很难接受 所谓如沙也讲的 叛乱政权正式 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蒋家天下 是中国之正硕 他们根本不管 1949年 你国民党就是打败了 就是退到台湾孤岛啊 那个时候如果不是发生了 朝鲜战争 美国第七舰队巡逸台湾海峡 台湾很可能早就被解放了 一直到 1971年的10月15号 联合国的中国这一席的合法地位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 中华民国离开了联合国 其实在那个时候 中华民国就差不多 已经改朝换代了 可是他们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 一直到现在 承认中华民国的友邦 只剩12个 他们还是不能接受 总而到最后 承认中华民国的友邦 已经归零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不接受也得接受 那就是刚才三妹想的 如果我说我要把你的屋顶掀掉的时候 你就回来拜托我 拍散窗 这段窗叫做一国两制 就这样 所以如山野大使 为什么会提告诉你 大陆希望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可是你如果还不要 那就是非和平方式 就会变成一国一制吧 对 如山野大使 虽然很多人说他专说大白话 讲话很实在 但是他毕竟是代表中国的高级外交官 他不像前云野鹤 所以我讲的话可能比他更冲 更直接 但是我相信我的内心讲的一样啊 人性不就是无善恶 人性充满的贝哥哥吗 所以你如果要把赵烧康跟蔡正元比较 我觉得对蔡正元来说就是个侮辱 你把一个真性情的性情中人 去跟一个投机分子比较 对性情中人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再去跟余北神比 那余北神比赵道康 那又等额下枝了 那又更低级了 余北神充满着幻想 他就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面了 幻想了他是天才啊 他自说他是所谓的军中的卧龙 你看余北神那副料 他跟卧龙来的也像 而余北神的闹着笑话 说实话如横河杀鼠 说也说不完 不过余北神现在已经成为在台湾 大家在炎炎夏日之中 作为娱乐的干草人物 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很多人喜欢把他跟德云社 大陆的德云社去比 我认为对郭德纲也不公平 郭德纲跟我认识有好几次交谈 他虽然是有时候讲话幽默 但是他也顶有知识的啊 他不会把南宋北宋搞混了 他不会把东汉西汉搞混了 他不会把东进跟西进搞混了 可是余北神会啊 问题这个人既愚蠢又不知进退 既愚蠢又爱发言 他最近最有名的话就是说 他的声量越高 解放军要去攻打台湾的可能性就越低 他竟然把他的声量 跟解放军的统一行动 把他连在一起谈 你不觉得 能无知狂妄到如此之地步 那已经叫非人类了 余北城现在的声量 因为已经被一个叫沈柏阳的人 一举超越 所以他有很大的危机感啊 而他的桃园市议员又极可能会被霸离 所以对他来说压力很大 所以就开始胡言乱语 但是最近因为沈柏阳的表现太出色了 所以余北神跟他根本连比都不能比 你看沈柏阳的表演 那简直是太厉害了 连台湾男人看个A片 情色影片 唱成人网站 他都可以解释成用这一个的 看涉及影片哪一类型 可以知道他的政治形象 大陆从而决定统战策略 还说这叫做认知作战的一环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而且还幻想有人冒他的名到国外 到海外去开会 然后他说冒他名的是谁 后来我赶紧去找 就找到了一出美国片 好几年接着摄情片 原来情节是往里面出来的 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情色007 情色的东东西门 就是你知道 Jones Bond不是007情报员吗 英国情报六处的超级情报员 但是那个骗子演着 不是那个史恩康纳来 或者是罗杰摩尔 或者是后来的几届的007 他其实就是这个社情007 社情007有这个情节啊 有人假冒他去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啊 我不知道沈柏阳是不是看了这个情色影片 就把自己幻想成做影片中人 他也是个情色的东东7 Jones Bond 所以就开始幻想了 所以以后如果三妹访问到 沈柏阳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我怎么会去访问他呀 我怎样是个君子啊 这个人天天天天都是在看这个 看这个情色影片作为他的这一个 作为他的兴奋剂的 这种人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你看赖金德旁边都是这种人啊 王毅川啊 于北辰啊 沈柏阳啊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所以你说为什么赖金德 他的好感度会一口气腰斩又腰斩 为什么他的不满意度大幅度提高 就是因为这么来的嘛 是 哎哟 还得是邱毅老师呀 难怪人家都说民党最怕的男人邱毅老师 台湾真男人果然知道很多的内幕消息哦